第六百五十七章 串联 上 庄先生 请问您和拍卖行之间的纠纷是如何解决的? 庄先生 我是法兰西晚八的记者 可以简短的采访您吗? 哎 哥们儿 说说吧 那边是不是服软了? 等到中午吃饭的时候 庄瑞党人一出会议室 马上就被敬业的记者们给围住了 今儿发生的事情 可是真好的新闻素材 无论是哪个国家的记者 都想得到第一手的资料 对不起 无可奉告 拿了别人的手软 既然已经和拍卖行达成了协议 这落井下石的事情 最好别干了 而且 庄瑞在之前办理拍卖成交手续的时候 有专人特别交代过他 庄瑞也点头认可了 这位先生 行为刚才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不是拍卖行方面对庄先生道歉了? 只问女士请留步 记者们见到庄瑞不肯配合 马上将话筒对准了其他人 反正只要能搞到刚才庄瑞等人谈话的内容就可以了 至于是否当事人所说 那并不是很重要 对不起 无可奉告 对不起 这事情还是请你们询问当事人吧 请让让 让让 不过这些来自国内外的华人收藏家 显然一个个都是酒精沙场的老家 应付记者是一个比一个熟练 从会议室门口跟到餐厅 居然没有一个人泄露出任何口风 让一众记者大失所望 到了餐厅的时候 那些记者们又被拦了下来 由于这家餐厅中午 被拍卖行整个的包了下来 所以 这些记者无法进入 只能等在外面伸头探脑 看得庄瑞只摇头 秦宣兵坐在庄瑞身边 用手捅了一下庄瑞 说道 老公 咱们要不要把这个给他们 这是什么 庄瑞有点不明所以的问道 家用DV机啊 我刚才把那两个人道歉的情景都拍下来了 秦宣兵把他的捆包打开了一角 里面露出来的东西 让庄瑞大吃一惊 怪不得刚才在会议室的时候 秦宣兵没站在自己身旁 感情是去拍摄玩意儿了 快收起来 没本人看到吧 庄瑞连忙拉上秦宣兵困包的拉链 这事可不好炫扬出去 否则 以后这家拍卖行 联合其他的拍卖行 真能让自己在国际拍卖界 变成国际老鼠 人人喊打了 秦宣兵见到庄瑞的模样 有些奇怪的问道 当然没有别人看到 不过 你这么小心干嘛 胡奶奶 我已经同意了他们的和解 再拿出去这玩意儿 不就是当面打人脸吗 要是这样的话 以后我都别想再进拍卖场了 庄瑞说这话的时候 还不知道 他现在就已经上了这家拍卖行的黑名单了 恐怕这一次 是他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参加这个拍卖行 所组织的拍卖了 咱们可以寄给一些媒体吗 又不用咱们自己出面 谁知道是谁拍的 秦宣兵眼睛转了转 给庄瑞出了个主意 这倒不是不行 等咱们离开法国之后再说吧 要不然还是重要嫌疑对象 庄瑞点头应成了下来 有了秦宣兵的启发 庄瑞觉得这东西直接传到网上似乎也不错 不过 要把自己的脸部打上马赛克 庄瑞可不想做明星 中午吃完饭后 众人休息了一会儿 在拍卖行的工作人员催促下 又回到了拍卖大厅里 先生们 女士们 各位来宾 各位朋友 由于上午的一些沟通上的小误会 造成了拍卖的中断 现在拍卖继续进行 下面要拍出的物品是 中国清朝康熙年间的秦花大盘一个 站在拍卖台上的杰弗森 此时面色显然不如圣武精神 由于他的刻意报复 让拍卖行损失惨重 在中午的时候 理查德可是往他脸上喷了不少的涂抹星子 此刻杰弗森主持的中规中矩 再不敢有丝毫的愉悦之处了 朋友们可以先看手上的财业 这个清花大盘直径为38.5厘米 右色纯正 包浆浓厚 清花色正而不斜 敌款为康熙年间制 经过多位专家的鉴定 这个清花大盘应该属于清宫廷的灌摇瓷器 这么大的瓷器在国际拍卖场中出现还是头一次 底拍价为五十万欧元 几会难得还请诸位朋友出价 杰弗森在鼓吹了一番之后 爆出了这个康熙清花大盘的底拍价 这个瓷器也是此次拍卖的精品之一 为了挽回上午的影响 特意拿到前面来拍卖的 七十万 六十万 五十五万 就在杰弗森话声刚落的时候 突然四五个声音同时响起 把杰弗森给吓了一跳 按说 这玩意儿虽然抢手 但是依他的经验 也会冷场个几十秒钟 一分钟才会有人出价的 这么快 并且这么多人同时喊价 倒是让杰弗森有点不适宜 87号买家出价七十万欧元 一下子将这件瓷器提高了二十万欧元 看来 这件瓷器的竞争将会非常的激烈 不过白手套拍卖师的名头不是白来的 杰弗森还是在第一时间 分辨出叫价最高的那个人 虽然心里有些奇怪 不过杰弗森还是很高兴的 刚开始竞争就如此的激烈 杰弗森完全有理由相信 这件瓷器的最终成交价格 肯定会高于前面中瑞拍到的那幅 朗士宁的油画的 赵总的运气真不错呀 嘿 我怎么就没想到 开始把价格较高一点呢 是啊 老赵真是老奸巨华呀 不过拍卖行愿不愿意七十万欧元 卖掉的瓷器才是两说呢 刚才叫价的几个人 在杰弗森说完话之后 并没有再抬手叫价 而是低声议论了起来 那位出价七十万欧元的赵总 此刻自然是春光满面 虽然说此次来 有可能只拍到这一个物件 但是这件瓷器的价值 远不止七十万欧元 这么大一件青花大盘 正如杰弗森所说 极为少见 拿回到国内去 恐怕两千万人民币 都有人愿意买的 三十秒钟过去了 一分钟过去了 两分钟过去了 站在拍卖台上的杰弗森 脸色慢慢变得有些难看了起来 他不知道为什么 区区七十万欧元的交价 居然就没有人在家嫁了 这让经验丰富的杰弗森 感到有一次不对劲 其实玩欧元第一次 这件清朝抗西的青花大盘 即使不是孤品 在世界上也是很少见的 有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出嫁 机会难得啊 杰弗森手中的拍卖锤 在桌上重重的敲了一下 欺负蛊惑里的语言 不要钱的从口中吐出 不过 即使他口散莲花 台下依然安静如故 除了那位赵总开价之外 菜也没有人应和了 诸位朋友 这件康熙瓷器 在国际拍卖市场上的价格 最少要在一百万欧元左右 可能您再出一次价 这件瓷器就归属于您了 还请大家踊跃报价 过了这村 就没这店了 杰弗森此刻背后的衣服 已经完全被冷汗打湿了 主持了这么多场拍卖 对于面前的情形 他并不陌生 这就是拍卖时 最为害怕的一幕 买家们串上了 果然 下面众人的反应 验证了杰弗森的想法 就在他用中国话说出了那句 过了这村 就没这店 台下仍然没有人报价 现在这件瓷器的价格 依然是七十万欧元 时间在一秒一秒的过去 杰弗森额头上的冷汗 已经顺着脖子 溜淌到了衣服里 不知道为何 那些对中国艺术品感兴趣的外国收藏家 也没有对这件瓷器开价 在这种情形下 即使是杰弗森 也是束手无策了 喂 我说杰弗森先生 作为白手套的拥有者 你不应该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吧 现在距离第一次敲锤 已经过去了五分钟了 您难道要等到拍卖会结束吗 在杰弗森不厌其烦的一次次的催促下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五分多钟 只是除了最先出嫁的那位赵总之外 再没有第二个人出嫁了 最后赵总不耐烦了 干脆站起身来 指责起杰弗森来 真的没有朋友在出嫁了 杰弗森不甘心的又问了一句之后 接连敲了两下拍卖锤 说道 恭喜八十七号买价 你以七十万欧元的价格 成功拍到了这件 中国清朝康熙年间的青花大盘 再次恭喜您 虽然嘴上说着恭喜 杰弗森的脸上 却是一点笑意都没有 他知道 他遇到了拍卖师最为害怕的情况 就是买家们串联在一起 共同抵制拍卖行 这种情况 在大的拍卖场合中 一般来说是极为少见的 因为买家们来自世界各地 是很难统一意见的 但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居然被他们串联成功了 杰弗森也不是没有想过 让拍卖行安排的拖来台价 但是他不敢 因为台下的买家 如果真的是串联在了一起 那么让拖出手的后果 就是这件物品 最终被拍卖行所购得 串联下 这位赵总的运气不错呀 庄瑞翻看着手中的拍卖简介 笑着对身旁的黄斐云说道 从彩业上的图片可以看到 这件青康熙青花大盘 青花颜色纯正 即使是看照片 都能看得出来 包姜十分的浓厚 的确是康熙年间的官邀司机 七十万欧元 一百多万人民币的价格 赵总算是占了不小的便宜 怎么着 眼馋了吧 规矩是你定的 你今儿个可是出手拍下一件了 没机会了 黄斐云幸灾乐祸的笑话起了庄瑞 不过这会儿他心里也是有些异动 黄斐云现在 还有三十万欧元左右的身家 大物件他拍不起 但是别人看不上的一些小玩意儿 说不定也能讨个便宜 就在庄瑞和黄斐云说笑的时候 拍卖大厅里的灯光 突然之间变得忽明忽暗了起来 有几盏灯竟然熄灭了 这种情况 引起场内很多人的恐慌 有些人带来的女眷 甚至失声尖叫了起来 庄瑞 怎么了 秦宣兵也有些惊慌 一只手紧紧的抓住了庄瑞 这国外可是不太平 虽说911袭击的是美国 但是英法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指不定也被基地组织给惦记上了呢 没事没事 庄瑞抓住了秦宣兵的手 小声的安慰了起来 而就在这时 拍卖台上的杰弗三 也发出了声音 先生们 女士们 实在对不起 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 大楼的供电系统出了点问题 现在正在强修之中 请大家先休息一下 应该很快就好的 杰弗森的话 让大厅里的众人安静了下来 只是电力问题 那没有什么 坐电梯还经常遇到被困在里面的情况呢 听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好事多磨 相信一会儿就可以恢复拍卖 请大家稍等 杰弗森说完之后 就离开了拍卖台 借着微弱的灯光 从侧门走了出去 妈的 这肯定是拍卖行故意的 庄瑞的视线一直停留在杰弗森身上 在穿过侧门旁边的墙壁之后 庄瑞发现 外面的灯光都是好的 只是在拍卖厅里 才出现了这种情况 不用问 这事儿肯定有猫腻 庄瑞猜得没错 这事儿就是理查德和丹尼尔 受益酒店方面搞出来的 目的就是针对这些华人收藏家们串联 而上一对策的 不过酒店的电力控制系统比较复杂 他们只是断了拍卖大厅的供电 如果客人们出去一看 就都明白了 只是时间紧迫 理查德干脆就用上了这种无赖的手法 杰弗森先生 你不是说事情还在您的掌握之中吗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该死的华人串联事情 我需要一个解释 理查德此事快要气得发疯了 他不知道 是不是昨儿个才上了一个寡妇的原因 今天居然会如此的倒霉 先是被一个矛头小子搞得颜面尽失 现在又出现华人串联的事情 此时的理查德再也顾不上杰弗森 是被他高价请来的白手套 在杰弗森一进门的时候 就大声的咆哮了起来 杰弗森此时还算冷静 拿出纸巾擦去脸上被理查德喷的唾沫星子之后 说道 理查德先生 您也知道的 这些华人一向都不怎么团结的 今天的事情我也没有想到 不过还是有办法的 什么办法 理查德连忙抓住了杰弗森的手 搞得杰弗森连忙甩了一下 别说他不是骑 即使是的 也看不上这粗俗的胖子 牌架 杰弗森不动声色的用纸巾擦了擦手 接着说道 把起拍的底价抬高 只有这样 才能在最大程度上 保证拍卖行的利益 不会受到损失 杰弗森所说的这个办法 是拍卖行一贯用来对付那些串联的买家的 虽然在拍卖之前的产业上 各个物件的起拍价 都是早已定好的 虽一更改 会引起买家的不满 但是到了这种关头 拍卖行是顾不上那些的 一般来说 拍厂所拍的物品价格 都要比实际市场价格低出不少 如果按照原先的底价起拍 拍卖行就是对物主 也是无法交代的 好在 现在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 都流行这么一条霸王条款 那就是 一切解释权归属于主办法 别人即使不满 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好 就这么办 在所有未拍物品现在的底价基础上 翻上一倍 即使流拍 也不能让那些该死的占到便宜 理查德听到杰弗森的话后 略一思考 就拍板定了下来 流拍的物件多了 肯定会对拍卖行的声誉造成影响 但是 理查德也不愿意拍卖行 赔本赚摇合 毕竟有些物品 他是和物主签订了协议的 如果拍不到那个价格 是需要拍卖行出钱垫付的 为了办好这次中国艺术品专场拍卖会 理查德可是下了血本的 但是说服那些手中有珍贵中国古董的人 他就花费了很大的心思 才使得别人同意拿出藏品拍卖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次的拍卖会显然是失败至极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实在对不起 刚才让大家受惊了 现在拍卖继续进行 下面要拍的一件藏品 同样是一件瓷器 它就是 雍正官窑天青又花菇 这件拍品 比上一件青花大盘还要珍贵 存实量极少 它的棋牌价格是 一百六十万欧元 杰弗森回到拍卖台之后 对于刚才的电力问题 一语带过 直接抛出了下一件要拍的物件 不过这次杰弗森开完架之后 台下却是安静一片 没有人开口报价了 在拍卖会所印的彩页上 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件雍正官窑天青又花菇 的起拍价是八十万欧元 但是 杰弗森报出来的 却是一百六十万 价格整整提高了一倍 所以 众人都在心里衡量 是否值得 庄瑞也在翻看着 这件瓷器的资料 整个物件大口小底 高约十六厘米 口径却在十三厘米左右 虽然气形比较小 但却十分的大气 并且 是幼肥四纯 一百六十万欧元的价格 似乎也不是不能考虑 皇甫兄 拍下来 两百万欧元以内 都是有转头的 庄瑞自己已经出手过一次了 他当然不会破坏 自己定下来的规矩 不过身边的皇甫云 可以拍呀 即使自己得不到 朋友占了便宜 那也是好事呀 黄甫云听到庄瑞的话后 条件反射般的就想举牌子 只是手刚刚一动 就放了下来 看着庄瑞哭笑道 老弟 我是想拍 可是钱不够呀 黄甫云的全副身价 也不过只有四五十万欧元 昨天拍了一件 清乾隆皇帝的配刀 现在只能拿出三十来万欧元 让他去拍这件 一百六十万欧元的瓷器 这哥们儿是有心无力呀 先拍 钱不够我借给你 实在不行 就当是帮我拍的 庄瑞现在博物馆就是缺物件 这件雍正官窑 天青又花姑 存实量正如杰弗森所说 极为稀少 可以平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庄瑞既然见到了 可不愿意放过 黄甫云点了点头 说道 好 哥们儿帮你拍了 一百七十万欧元 这件瓷器 我出价一百七十万欧元 就在黄甫云准备举号牌的时候 前面的张女士 确实提前了一步 将手中的号牌刚刚的举起 打破了场中的沉寂 八十九号买家出价一百七十万欧元 有没有朋友在开价的 好 雍正官窑天青又花姑 以一百七十万欧元的价格 被八十九号买家拍到 恭喜这位女士 下面要拍的 是今天的第三件拍品 她是 杰弗森知道 场内的这些华人们 都已经是串联好了的 也懒得多问了 在三分钟的例行问话之后 就敲下了锤子 这件价值不菲的雍正官窑瓷器 落入到了张女士的手中 小庄 你赌实厉害 这看古玩的本事也不差呀 张女士在成功拍到这个雍正瓷器之后 转过头来 看着庄睿笑了起来 她出身于收藏世家 而且最爱的就是瓷器 可以说 如果要对这件雍正瓷器 做出价格评估的话 厂内没有一个人 可以比她定价更为准确的 张女士 您说笑了 主要是我那博物馆里的藏品太少了 这才想着多拍几件带回去 能让国人看到这些精美的艺术品 是我最大的心愿 虽然东西被别人解忽了 钟睿也没有多少失望 口中大意凛然的说着自己都不相信的话 继续看着拍卖会的进行 此后的拍卖进程 更像是在走过场 每一件开拍的物品价格 都是和宣传采业上的不符 也有买家提出过质问 但是被杰弗森一句拍卖方临时决定的话 给堵了回去 而拍卖方给出的解释是 按照国际惯例 物品的起拍价 拍卖方是有权利临时给予变动的 并且举例说明 第一件物品的起拍价 这要比宣传采业上低出许多 现在抬高价格也是正常的 妈的 死养鬼子 回头老子就把那录像带寄出去 庄瑞在心里付费了一句 下来决定 一百多年前 不是有个老娘们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吗 你让老娘一时不痛快 老娘让你一辈子不痛快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